目前养鸡业者在凤林镇已经取得三笔土地将作为申请案件 根据当地居民了解凤凰弹已取得建筑执照 而凤林镇以及寿天工北林三村发展协会都将进行实体联署 居民担心养鸡场的设置会对凤林珍贵的无污染生态及生活构成重大威胁 凤林镇凤一黎明强调当地有发展赏樱花的观光旅游产业的条件 凤林基于维护好山好水 对养鸡场的设置抱持疑虑的立场 也希望养殖业者可以重新考量养鸡场设置的适切性 讲水源地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们这里是水源区啊 怎么可能在这边养鸡呢 何况这边是凤一坑土石流的 显示危险区的下游 之前土石流这边都有冲到啊 对啊对啊 所以你当地的居民都是不支持 都不支持 都有联署了 对啊我以户为单位 在家户户我都有联署 后来才知道说要养什么几万只哦 对啊 所以你还是不赞成 我非常反对 就算它的这个环境做得多好 没有它还有前科啦 对不对它有环保前科 而且这边的环境也不适合养鸡啊 畜牧业 最近在脸书网络社群网站上 有许多人关心浦峰养鸡场设置的问题 并且北林三村发展协会理事长也表示 希望花莲县政府能够以制制条例的方式 来规范养殖业者的设立 我想对于这不管它是高科技或是什么 这个养殖场 为什么不会污染我们的环境 而且你可以避开 我们这个人口密集的地方 你到最好的地方 以我个人的看法 你到环保科学园区 里面有八公顷的厂房用地 闲置在那里 你可以在那边投资嘛 跟县政府租地啊 今天虽然是养鸡 那明天会不会是养鸭或养牛 养猪的要进来 难道我们就要这样一次一次 用抗争的方式吗 所以我觉得未来应该是要走法规的方式 大家对于这样子 整个花莲未来的发展有一个共识 那这样的大型养殖 是不是要进到花莲 是大家要一起讨论的 所以我觉得浦峰的这个事件 其实开启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人民去关心整个花莲的发展 其实我们也希望说 这一次的机会让县府有了一个 可以跟人民公开讨论的机会 因为自治法的规范就是要由县府提出 然后再由县府去办三乡政公公会 那我们希望县长可以收到这样的民意的详细 近日当地居民不只进行连肃行动 也将业者所申请的土地绑上了布条进行抗议 以实际的行动表达居民的立场 保护凤林镇珍贵无污染的生态与生活 记者林杰 凤林镇采访报导